拜登在白宫会见芬兰和瑞典领袖 力挺两国加入北约 针对土耳其主力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 对于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拜登向两位领袖保证 他们获得美国权力的支持 希望增强北约实力 接着拜登立刻达成空军一号 上任后首次造航亚洲 拜登20号抵达韩国 将先参访三星现代两大指标跨国集团 21号将会晤南韩总统尹锡悦 讨讨朝鲜半岛安全 以及恶物战争的供应链问题 拜登22号前往日本 同天将会见德仁天皇 以及会晤岸田文雄 就美日经贸区域和全球安全进行磋商 23号拜登将和岸田文雄 一起主持印太经济架构启动仪式 亚洲型的最后一天 拜登将在东京召开四方安全对话 有美日倡议的印太经济架构 23号正式启动 拜登也借由此行 企图拉拢南韩以及印度参与 另一方面台湾虽然力求加入 不过美国至今仍未点头同意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 将会持续寻找适当的 有意义参与方式 陪同拜登出访亚洲的白宫国安顾问苏立文 19号在空军一号上表示 拜登返回美国之后 可能会和习近平再次通话 记者刘嘉宇报导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领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